请用简 众人愉快用简 为高荣屏东分院 兴建获里之家进行开幕检采 获里之家落成将大幅提升 区域性长照服务量能 因此除了退服会主委邱果正 屏东县副县长吴立学等人主持之外 立委中嘉宾 周春弥等人也前来关心 吴立学致辞时表示 屏东县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率为16% 长照需求相对提高 屏东县政府因应长照2.0服务 陆续部件照顾资源 整合居家室 社区室照顾的模式 亦建制失智共照平台 资源专业服务 让屏东县长者得到全方位的照顾 在提供居家医疗 居家复健上面 也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想随着今天这样的一个 护理之家的落成 未来在机构安置的部分上面 也会在屏中地区有的更高品质的 一个选择的空间 高雄荣总屏东分院新建护理之家大楼松柏楼 三年时间 商务员经费完成筹设计 规划施工 扩充199床 达到总床数299床 以家庭室以及绿建筑空间设计 提供优质机构住宿式的长照服务 这边本来床位只有将近100床 其实大楼落成以后又增加199床 再比照我们属地医院 大概有105床 以及高雄的国军医院大概有70床 整个公立的机构 医疗中心有3座 但还有很多民间的 所以21座 可以照顾保保人家 将近2000人 高容评论分院表示 配合中央推动长照二点领部一余力 更建立了一条龙的服务 让医疗与长照 看得到 找得到 用得到 我们在照样上面 也花了很多的工夫 那这个部分 简单的汇整一句话 就是多元化的一个照顾 一条龙的服务 从门诊的高零诊的门诊 从急性医疗到急性后期的医疗 到出院准备服务 到制造中心 到喘息服务 到许许多多的居家照顾 我们都有琢磨 高荣评论分院新故里之家 将优先收住单身 年迈无依经济弱势的失能荣民 使荣民长者可以获得 优质的照顾品质 同时开放空余床位 提供社区民众申请入住 并且协助地方政府安置低收入户 落实在地照顾 在地老化 炒安居乐业的理想目标迈进 评论新闻 蔡立淮扬正义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